国大一项研究发现外带和送餐已成为新常态 即使是疫情过去有近半数的受访者表示会减少糖食的次数 那么负责这项研究的教授认为 餐饮业者需要重新设计外卖订单 以便在更多人糖食时也能应付外卖订单 接着蔡可安报道 国大商学院近期针对227名公众进行抽样调查 以了解疫情对国人的用餐习惯带来什么影响 调查发现疫情之后29%的人会比疫情前更常外出糖食 38%的人会更倾向于选择送餐服务 而有42%的民众未来会更常打包食物 我们是比较喜欢打包回家吃 未必有gathering还是得出去 如果是可以的话还是在家比较安全 还是换回去吃好 要不然就叫那个foodpanda 我会比较喜欢great food 因为他们比较方便 调查也发现尽管餐饮场所已开放两人一组糖食 但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没有打算外出用餐 大部分人因为担心疫情 有些则因为不想出门 有些认为食物选择有限或外卖和订餐比较方便 负责展开调查的教授表示 疫情结束后餐饮业者需调整营业模式 以应付时刻未来的需要 教授也发现在高警戒解封第三阶段 人们打包和叫外卖的次数比去年阻断期还多 好 好 好